父亲 今天古宅来了一伙人 说我们家的古宅被卖了 正有此事 为什么 我们家缺钱吗 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但是买家给出的金额 实在让我难以拒绝呀 先生 老爷 这套古宅 可是欧阳家族创业的见证 它象征着家族的荣耀 不能卖呀 我是个商人 只要能赚更多的钱 就是给家族最大的荣耀 还有半个小时 买家就要入住 快带他们去收拾行李 让那个野丫头 马上给我搬走 是 苏少南 我跟你说话呢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从这儿搬出去 你又不帮我收拾 你还让我搬啊 卧瓶 我 苏小姐 你在我家做什么 欧阳哥哥 你说什么呢 这儿可是咱们的婚房 你是不是已经被我迷得吃傻了 欧阳哥哥 伯父他们还没告诉你吗 什么 我哥已经把这儿买下来了 这儿以后就是咱们的婚房 哥 你怎么能又花这么多钱 买一个破股宅呢 那是哥哥买来送给你的呀 我房子已经够多了 我才不要那个破股宅呢 你肯定是被人给骗了 这个傻丫头 那是哥哥买来给你做婚房的 婚房 那栋古宅象征着欧阳家的满门荣耀 我花高价钱把它买下来 然后再转送给欧阳家 用来证明我对这桩婚事的认同 原来哥哥一直在关心我呀 傻瓜 所以呢 你作为女主人应该搬进去 是不是 我不去 就是因为苏盛楠在那儿 我不想看见她 所以我就是不去 我就是不去 你不去也行 反正那栋房子 就会成为苏盛楠和欧阳语川的婚房 那可不行 那 那我去 这就对了嘛 不愧是哥哥的好妹妹 乖啊 去吧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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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稍等一下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冷小姐 怎么了 即使你们冷家 把这个古宅给买下来 我也不可能和你结婚 毕竟这个女人 才是我的独家宠儿 气死我了 你